国际小学数学及自然科学奥林匹亚 经过三天的比赛 28号在菲律宾塔古市举行颁奖典礼 台湾代表队共拿下四面银牌和七面铜牌 在参赛17国大约450名小学生当中表现亮丽 基本上科学是比以前好了 但是数学是退步很多 这可能因为我们台湾教改的关系 现在我们数学的能力比很多国家都落后很多了 菲律宾中部地区两周前遭到墙台海宴吹袭 台湾参赛小朋友此行每人背了十公斤重的救灾物资 包括白米 面条 饼干等 在闭幕典礼中移交给塔古市长凯耶塔诺 我们就大家拿一包食物在飞机上飞来 然后给飞兵人 会不会很重啊 很重 希望他们就是赶快就是那边的房子就赶快修复好 然后就是恢复他们以前过的正常生活 国际小学数学及自然科学奥林匹亚是由印尼教育部创办 提供各国小朋友学习交流的机会 并发掘数学及自然科学人才 今年由菲律宾教育部与科技部承办 明年将移回印尼举行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